沒有還原,所以一碟裡面的話,我是有這個Eclipse 422,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就是在雲端上面,在這邊422,這個檔你把它解出來,其實就放一碟底下就可以了 另外我的那個Workspace,那工作區有沒有,也是把它放一點,所以我每次來上課,這裡面都已經有,所以我只要把它打開 也就是說你們的環境,將來如果用我這個環境,它的好處是說它可以可惜的,也就是說你將來無論到哪個環境,你確定一下它有沒有JDK,如果JDK之後的話,其他就不用去設定了,直接打開之後,它問你工作區,那工作區我剛好是放在我的一碟,那上個禮拜的部分,因為這一台有還原啦,不過還原沒關係,反正你只要工作區是正確的話,打開之後,自動就會幫我把需要的東西載入 那載入之後呢,再把那個模擬器給設定完,你就可以開始,開始做我們要做的事情,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,它這邊按取消,它問你說這應該是一些環境的設定,這取消掉好了,ok 然後再來就是在視窗裡面的那個Virtual Device,那你就new一個什麼,new一個模擬器,那因為我講過就是說,如果你在初期還是入門的階段,建議是用2.33的就好了,那如果說等到你 這個部分已經都ready之後的話,你再用其他版本,那這邊也是用2.33,這兩個主要是名稱跟這個Target這部分的設定好,按一個確定,那就直接把它Start起來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可以用4.X的版本,不過4.X的版本,它當然有一些跟2.X還是有一些小地方不太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說,它啟動那個模擬器的時間,比2.33多好幾倍 也就是說你的電腦如果等級不太夠的話,恐怕光要看到模擬器的畫面,就要等好久好久 尤其是越後面的版本,越是有這樣的問題,那我們這邊的電腦因為速度還蠻快的,所以模擬器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打開來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把環境reading,你會發現其實我只要很短的時間就可以開始開發,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,我們上個禮拜的相關的畫面也都是在雲端白板上面,所以你要複習 或者說你要少相關的資源,在上面都有,上個禮拜的部分 所以零